为什么网红头上的赵鲁兹 当年会陷入汪涵的干爹风波之中 自操表演时 赵鲁兹的身姿曼鸟 鲁兹阿诺 射箭比赛时 他以一箭就环境引全场 即便是弹场鼓风 也是别有一番韵味 他才艺之外的惊喜 才是真正让人震撼的 在演技派中 赵鲁兹真情流露地 激情发挥 看哭无振语 就连一项毒舌的愚症 在看到赵鲁兹 炸裂的演技后 都忍不住视了眼眶 可即便赵鲁兹 已经具备了一个艺人的所有条件 却仍有人质疑 赵鲁兹背靠资本 2016年 初次登上湖南卫视的赵鲁兹 就得到了汪涵的照顾 不仅如此 在介绍他时 汪涵还用了一个 让人意想不到的称呼 这个是我闺女啊 这个闺女 当同期出道的女演员 还在各大剧组跑龙套时 赵鲁兹已经体验了 一把出道技巅峰 赵鲁兹刚出道时 就出演了古刚大日IP 凤秋黄女二号 要知道当时的女主 是已经凭借多部作品 出圈的国民闺女 关小彤 而当时的赵鲁兹 只是个十八线的小透明 不过这并不算是吧 因为赵鲁兹 不仅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相够搭档 当红小征丁雨昕 和流量艺人杨阳 还独跳大梁 当起了女主 即便是在咖位 不如迪丽热巴的情况下 也能在造型方面 力压对方一筹 赵鲁兹的爆红之路 如此顺畅 让人不禁对他的 逆袭顶流的幕后 产生怀疑 事实上 赵鲁兹能够成功 离不开他亲生父亲的扶持 有知情人士爆料 赵鲁兹的父亲 是某地有名的富商 人脉甚广 香蕉好友 也都是娱乐圈的资本大佬 在赵鲁兹20岁生日那年 他的父亲直接将 一位主持人更是现场 为赵鲁兹唱起了生日歌 如果不是背景足够强大 是问哪个网红 能得到这版待遇 但如果说赵鲁兹的成名 全靠资本支持 也不济然 毕竟资本能力有限 那么赵鲁兹 究竟为何如此 受观众喜爱呢 这或许要从 他善良的性格说起 这是赵鲁兹兹被骂得 最惨的一次 为苏人爷爷捐款 却被网友指责蹭热毒 2020年某个深夜 赵鲁兹无意间 刷到了一个素人爷爷的直播 画面中 爷爷正在为患病的孙女 筹集医药费 在了解到爷爷的困难后 赵鲁兹慷慨解囊 接连为爷爷 刷了好几个520的礼物 直冲网衣 这件事发生后 赵鲁兹的善举 只得到了小部分网友的支持 而更多的人 则是质疑赵鲁兹炒作 随后更有人嘲讽 赵鲁兹为什么 不直接联系老人 毕竟礼物在 经过平台抽成后 就所生无几 只是谁规定做善事 就一定要端对端 把东西直接给到救助人手里 赵鲁兹用自己的方式 温暖了老人 这就够了 事实上 这并不是赵鲁兹第一次 发散善意 此前网友领养了一只名 叫乐乐的牧羊犬 后来因为某些原因 不能继续收养 于是就在网上 寻找好心人能够带养 虽然很多人 都被乐乐可爱的外表 吸引而来 但在得知 乐乐身体有急 无法像正常动物一样 排泄后 全都被劝退了 而赵鲁兹看到救助者 发布的信息后 也参与到其中 但遗憾的是 没有人愿意领养 正当救助者准备放弃时 赵鲁兹主动联系上了她 并告诉她 自己搬新家了 有足够的地方 可以领养乐乐 在赵鲁兹的照顾下 乐乐有了新家 比以前活泼了不少 其实赵鲁兹的善良 身边的每一位朋友 都有目共睹 在张炯敏刚从创业营出来时 不定没有资源 就连落脚之地都没有 得知张炯敏的窘况 赵鲁兹给她发了一条信息 称自己成年在外拍戏 有一套房子一直空着 让张炯敏搬紧去住 直到后来张炯敏才得知 原来赵鲁兹为了让自己安心住下 故意谎称有套闲置的房子 而张炯敏住的 正是赵鲁兹连夜 为她租的新房 正如大家所述那样 赵鲁兹是个简单善良的女孩 即便帮助了别人 也没有大张旗鼓地 宣传自己的善性 为赵鲁兹的人美心善 点赞 其实在娱乐圈除了赵鲁兹 还有一位明星 天生善良 一样千奇的礼仪教养 真的是刻在骨子里的 2014年 巨静一被日媒评为 中国四千年第一媒语 原本就是一场普通的炒作 没想到在媒体的包装下 巨静一被推上了舆论的顶峰 在获得曝光的同时 巨静一同样承受着 被平头论足的滋味 不仅上节目时被明星的调侃 就连国民老公王思聪都直言 他太做作 后来网友甚至将巨静一 整容前的照片 霸了个地朝天 此后只要贴到巨静一 网友第一反应 便是人工美女 然而就在巨静一 被抨击到底无完肤时 有一个人却悄悄站到了他的身后 2015年 TFBOYS受邀参加全员加速 同样作为嘉宾出席的 还有巨静一 假奶酿等人 因为任务完成得太快 巨静一的完美表现 当然遭到了其他嘉宾的暗讽 就连队长王俊海都跟风直呼 巨静一为四千年 四千年 巨静一姐姐 当其他嘉宾都在冷嘲热讽的时候 只有易扬千奇选择了尊重 然而这并不是易扬千奇 第一次展示她的教养 在参加某个颁奖典礼时 前卫和平问易扬千奇 最想和在座的哪位女演员合作 这个问题有多刁钻 自是不必多说 然而千奇却是让人出乎意料 在座的姐姐们都特别厉害 然后我未来如果能跟谁合作 都是我的荣幸 孩子倒是说话点水不漏 最后和平又问 他想把手中的花束送给哪位姐姐 千奇的回答堪称满分 和平老师我资历还比较浅 所以对老师们的了解不如您多 要么还是您来预测吧 如此高情长的回复 真是让人很难不爱了 除此之外 在拍摄长青湖时 千奇也展示了坚韧的一面 为了营造战争的真实感 许多场面都是真枪实弹 在拍摄过程中 剧组大多数演员都接连受伤 千奇也不例外 无情在采访时透露 千奇拍到一半就任带断裂了 将比某些小鲜肉 手指划破就被紧急送往医院 千奇的拼命精神 堪称新生代演员的楷模 从无人问心到发光发热 千奇的努力不仅获得了网友的认可 同时也深受前辈们的欣赏 他是一个非常灵动的演员 就不用我来表扬了 真的是他身上就有一种 与时代莫名的贴合感 在任何的这个不同时代的作品里面 他都可以融入到这个时代里的一种生活质感 有一个又具备流量 又具备人气 但是也绝对具备实力的 就是一阳千奇 如果青年的后卫们 都有千奇的这份心 对演员这个行当 由心而发的一种尊重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少年党成未来可期 希望一阳千奇在发展饰演的同时 不忘初心 感谢观看